怪兽宇宙实力排行榜 第四名穆托 穆托与哥斯拉诞生自同一时代 但由于两者都以放射能为始 而哥斯拉的体内又刚好拥有产生放射性物质的原子物 因此他们天生就是敌对关系 而实力强大的至尊穆托 则会选择在哥斯拉体内产卵 影片中那头菲律宾哥斯拉就是被至尊穆托所杀 穆托一族的成长一般分为三段式 分别是普通穆托 女王穆托以及最强的至尊穆托 影片中的夫妻档正处于最低等级 他们可以通过回生定位来互通消息 为了产卵则需要大量核弹头来帮助生产 一般雄性个体的体型要远小于雌性 而在作战时 则由会飞的雄木进行空中压制 而雌木则趁机从背后偷袭 可以说夫妻档的双重夹击能轻松吊打哥斯拉 但好在有人类帮助 最终哥总也险胜强敌 第三名哥斯拉 常态哥总就已经是地表最强生物 为了彰显自己的绝对权威 他会猎杀一切具被威胁的太太巨兽 比如骷髅倒亮仔 只要一在地表出现就会被歌总一通暴打 而歌总的其他形态更是纵横无敌 但都需要触发对应的条件 比如桃红形态需要杀死提亚马特 并吸收他巢穴的能量才能净化 其能源储备为常态的二十倍之举 而红莲哥斯拉最无敌 但需要献祭老婆摩斯拉 正所谓老婆祭天法力无边 该形态一出万物俱灭 感受臣服